颈风海伦自美国东南部登陆之后 重创当地已经造成至少60人丧生 数百万人无电可用 还有为数不祥的民众因为道路中断而受困 造成的经济损失恐怕达到新台币3兆元以上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指示继续集中精力 加快对收宅户救援 尽早完成灾后重建 官方暴雨大树摇晃摆动 雨水更是淹没整个住宅 颈风海伦肆虐美国东南部导致河川泛滥 道路也因为山崩与洪水中断受困 目前已知造成至少60人死亡 数百万人无电可用 强风阵阵路数倒塌 这是侵袭美国威力最强的风暴之一 从空中俯瞰满目疮痍 就连当地居民都说看起来像被炸弹炸过 当局因此面临灾后清理的艰巨任务 估计海伦造成的灾损将达新台币3兆元以上 救援工作马不停蹄 超过19个州和联邦政府的搜救队都前往北卡参与救援 因为海伦登陆佛罗里达州后 随即进入乔治亚州 也为北卡罗莱纳州和田纳西州带来豪语 居民心痛因为预风一系间回忆全化为乌有 而面对海伦带来的压倒性破坏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提供援助 同时批准宣告北卡罗莱纳州为灾区 让受灾户可以领取联邦补助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海伦已经减弱为后热带气旋 只是除了美洲地区的飓风 位于亚洲的尼泊尔也因为强烈季风降雨袭击 引发洪水 累积雨量超过322毫米 滚滚雨水 被挟带大量泥沙暴雨淹没尼泊尔首都迪洼地区 造成超过100人丧生 全国因此停客三天 希望在这关键时刻避免再有人员伤亡 记者黄友柔佳明华综合报导